民国四大高僧 民国四大高僧 是海内外公认的德高望重的四位高僧 分别为虚云老和尚 一光法师 红义法师 太虚法师 四人皆以大半生之光阴操持苦修 传德不教 功德无量 令世人传颂 其中 红义法师的一生堪称精彩 其他人皆有可圈点之处 他们的书法 博韵生动 值得一看 虚云禅师1840年到1959年 苏姓肖 楚吉不南湘湘县 出家后发明古言 又名演彻 虚云二字是后来改的 他坚持苦行长达百余年 立作十五个道场 崇兴六大祖庭 依一身兼成禅门古宗 法四信徒达数百万众的高僧 识人尊称禅宗太陡 网友对此自赞道 平静相可 给人一种肃然起敬的感觉 印光法师1861年到1940年 即是印光 自称常惭愧僧 大师族姓长 陕西和阳人 大师振兴佛教 尤其是净土宗 居公志为 是对近代佛教影响深远的人物之一 1940年 受任为净土道场 苏州陵延山寺住持 文从沈梦了解 这年11月3日 大师于大众念佛声中 安详西去 印光大师自小抄写经文 书法有尽力 王有言 顶礼印光大师 纳摩勒弥佛 红仪大师 俗名李书童 1880年生于天津观患富商之家 1942年源寄于泉州 他使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前驱 文从沈梦了解 也是中国近现代佛教史上 最杰出的一位高僧 他的一生辉煌灿烂 至今传奇故事广为流传 大师书法空灵丹雅 琴师书画印超凡脱俗 近代攀天寿和风子海 两位大师接触其门下 红仪大师书法 博士雕琢 自成虚伪 太虚1889年到1947年近代高俗 俗姓宇 明干僧 法明为新 好太虚 涉江崇德金并入同乡人 光绪三十一年十六岁 若苏州小九华寺匹席为僧 太虚一生创办或主办的僧教育学院友 闽南佛学院 武昌佛学院 世界佛学院 重庆汉藏教理院 西安巴历三藏院 北京佛教研究院等等 19473月17日 太虚于上海玉佛寺元几 后得设例子三买余克 网友评价 佛人之字 往往与人一种难以言喻之美